而内政部长徐国勇他除了来到花莲去了态馆处、陷阱局及移民署北区花莲服务站之外 他也来到了花莲圣安宫还有圣南宫来参拜 现场徐政卫加上游淑珍等人也特别前来陪同参拜 内政部长徐国勇20号来到花莲 利用一天的时间前往了态馆处、陷阱局以及移民署北区花莲服务站等地点进行视察 随后也来到花莲圣安宫以及圣南宫参拜还原 徐国勇表示之前允论过会再来到花莲 藉由这次机会除了感谢相关单位同仁的辛劳 也特别前来还原参拜 感谢宗教带来安抚人心的力量 我们这种是尽量服务 但是最重要是要人民 大家一起来合作才能够做得到 不然政府怎么办 人家说这文会如果没有办法怎么办 所以我们各个宗教团体在这一次的疫情的整个房子里面 我真的要由衷地感谢所有我们宗教界朋友您的支持 譬如说我们现在很多都改为用网路来派办 很多我们改为用网路来做法会 甚至我们本来很多的活动闹径等等 为了疫情 我们遵从神明的意志 我们要把疫情阻止 所以我们很多绕境活动 我们把它延后延期 在这里每一个步骤都是我们宗教团体您的支持 包括让我们县政府 让我们内政部等等的相关的单位 都能够很顺利的推动这些整个防疫的措施 各宗教或者是我们各市农工商 各警政三位村里林长 还有工部门中央地方的合作 得以守住这一次的疫情 我们真的没有 防疫没有局外了 我们大家还要继续努力 虽然花莲是零确诊 但是我们一样不可欺负 还是要战战兢进 县长徐政卫 乡长游初贞 立委副昆琪等人也都前来陪同参拜 徐政卫表示 内政部长这次前来花莲低调重简 不老实动众 印象深刻 徐国勇则提到 花莲好山好水好空气 但来到花莲还是记得要戴口罩 并感谢宗教团体 带来信仰的力量给信众 在疫情期间 愿意将许多参拜活动改成网路进行 避免群聚的感染风险 记者长邦彦吉安相报导